大家好,欢迎来到阿燕生活家手作间的刺绣小课堂 今天的刺绣针法叫摸卷绣 我们随意的画一条曲线 然后从线的右端出针 往左一个针矩的位置 向上调一点布 然后将线从针尾绕到前面 在针上绕一周 注意方向 拉直以后 拔针 这样一针就绣好了 再来一次 调一点布 将线从后面拉到前面 再针上绕一圈 拔针 我们可以适当的调整一下 每一针的大小和松紧 然后继续 在绣制的过程中 我们一定要注意绕线的方向 大家看清楚了吗 最后我们直接入针 结束 是不是像一个波浪呢 好了 今天就介绍到这里吧 再见 喜欢我的视频 就请关注和点赞吧 也欢迎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提出您的宝贵建议 我交流手作的心得 谢谢大家 继续 谢谢大家